马上带来关心的是最新的台风动态了 天兔台风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 暴风圈已经触及到恒春半岛的地区 开始替南台湾带来风雨 气象专家贾欣欣就指出了 比较昨天跟今天的天兔台风很明显跑累又饿坏了 因此变得比较小速度也变得比较慢 但还是持续朝屏东的方向来前进 而民间的气象团队则是分析 天兔台风周遭的环境真的不太好 搞不好撑不到整颗台风登陆就会消失不见 海面上波涛汹涌浪花层层叠叠叠越卷越高 说到天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宜兰沿岸海面不平静 气象专家贾欣欣秀出周四和周五图标比对 天兔台风虽然明显的跑累了饿坏了变小又变慢 但还是朝屏东的方向过来 跳上来之后强度也会再迅速减弱 不过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 风的部分屏东的恒春半岛 雨的部分花冬及屏东 是相对的热区 未来在这样移动的过程中 尤其是转往东北方向的移动过程中 它的速度不会太慢 甚至可能会稍微的快一些些 台风中心是有可能在明天中午前后 在南端的陆地登陆 而它的强度 当然以我们所预估的 未来会越来越弱 民间气象团队台湾台风论坛表示 兔哥快扛不住了 打开云图看成这烂成一团的样子 不是专家也看得出来 天兔台风过得不太好 周遭环境真的太毒 天兔走得越慢挂得越快 搞不好撑不到登陆 就消失不见 中午下午左右 花冬恒春开始下雨 烂天气会持续到天兔登陆后 被山魅杀到灰飞湮灭为止 至于台湾其他地方则没事 台风它的环流 现在已经变得很破碎 那甚至不是一个完整的状态 所以其实有不小的几率 就是说它在登陆前的时候 有可能就已经降为热带性低气 其实它在登陆之后 很快的也会减弱消散 重点就是它这个残余的水汽呢 可能还是会对我们高平啊 盆春半岛台东 带来比较明显的风雨 天兔台风行机轨绝 预测有难度 但可以确定周末东北季风报道 会替北部东半部地区 再带来一波降雨 民众要多加留意 接下来台北宜兰最后报道